摄大愿望到归结录 这摄大愿望就是 四十八愿的总纲领 总愿者 愿愿都不离开 菩萨行量大 心包太雪 两周沙戒 要知道 那是我们自己的本心 我们自己本来都是这样 现在心量变得这么小 两个人都不能相容 你说可不可怜 怎么会变成这么小 迷了 迷到所以然处了 心量越小 活得越痛苦 最小心量的人都是地狱众生 最地狱苦 它不能容忍 一个人都不能容忍 苦不堪言 全是自作自受 没人教他 心量越大 你活得就越幸福 越美满 中国古人所说的 量大 福大 很有道理 量小 福就小 你是要大福 还是要小福呢 要大福报 那你就得把心量都开 量越大 福就大 所以 世出世界一切法 福 福报最大 为什么 心量大 福的心量 没有边际 所以 大神教里常说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我们要学 不学不行 量大了 不但佛大 再告诉诸位 智慧大 智慧跟佛报 是分不开的 量大的人 智慧一定大 智慧大的人 量一定大 佛会 达到究竟圆满 这个人叫成佛了 记住 佛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换一句话说 我们本来 心量 都是没有边际 现在变成这样 谁把我们 变成这样子 没有别人 是自己 自己 越迷越深 遇到 紧叫 这个元侯啊 觉悟的机会到了 但是 看不懂 听不进去 这叫什么 叫业障 你有障碍 这个障碍 叫业障 业是自己造的 归根 借底 还是 心量太小 容不得人 看别人 全是缺点 没有一个人是 好处他看到的 他没有看到 全看到别人的缺点 看不到自己 看不到自己缺点 再告诉诸位 看人家多少缺点 原来就是自己的缺点 自己缺点爆发了 原来不知道 原来不知道啊 外面这一夜 诱惑的时候 自己的缺点爆发了 不知道 全是自己的缺点 别人有没有缺点 没有 别人是一面镜子 自己的反应 反应出来的缺点 与他不相干的 我们要忏悔 忏处业障 从哪里忏呢 所以觉悟的人明白了 看到别人的过失 一句话都不说 立刻就晓得 是我自己一生的过失 自己痛改前非眼 弃卧阳山 改邪归正 这叫学佛 那个在我面前表演的人 那什么人呢 菩萨了 佛啊 他在这里为我实现 让我发现我的业障 让我觉察到我的习气 我以为是 自己的愚蠢 我以为是 我以为你 你在福气